大家好,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很多人在家常常遇到電器無法運作 又或者是電燈開關打開之後不會亮 除了設備有可能故障之外 您有沒有想過其實是我們的源頭根本沒有電呢? 如果我們能夠提前檢測問題點 就可以節省維修的時間 甚至可以省下許多不必要的維修費用 只要準備我們常見的商用電表 就可以做基本的檢測 如果您有驗電筆或者是循線器 還可以讓您的功力更上一層樓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商用電表、驗電筆跟循線器的實際運作吧 商用電表 商用電表有分為指針型跟數位的顯示型 都需要安裝電池才能使用 那它最主要呢是來量測電壓、電油以及電阻 那我們最常見的使用方式就會拿來量測電壓 像我們常見的牆壁上面的電源插座 它就屬於交流電 所以要量測的時候就要把我們的商用電表 切到A7的模式 那我們就可以去量測我們牆壁上面的電源插座 那如果我們不確定我們的電壓是多少 就建議要調到比較大的數值 下去做量測 那一般插座的電源是110 那如果說你是冷氣或者是其他比較耗電的電氣 就有可能是220電 那我們量測電阻的話 可以測試回路是否斷路 也就是可以量測說這條線路是不是通的 還是它是斷掉的 許多商用電表還會有風明器的功能 如果我們量測這個回路是通的 那它就會嗶嗶叫 驗電筆是一種簡單而且直觀的工具 可以用於檢測電器系統是不是有電 還可以避免觸電的危險 不需要接觸就可以量測 只需要將驗電筆的前方 尖端的地方靠近你要檢測的線路 只要指示燈有亮起 或者是風明器有發出聲響 就代表這條線是有電的 也很常使用來分辨說 電線中哪一條是火線 我們可以靠近插座 如果沒有反應就代表插座沒有電 那如果靠近插座某一個位置 是有發出亮燈或者是聲響 就代表這個是有電 而且這個可能就是它的火線 尋線器主要用於檢測和定位電線的路徑 幫助我們可以快速找出電線的具體位置和走向 這對於修理或者是安裝 甚至維護電器系統的時候非常重要 可以避免在牆壁或者是其他結構內 進行不必要的挖掘或損壞 尋線器通常包括發射器和接收器 我們只要將發射器連接到電線的一端 接收器則沿著線路 沿著牆壁去移動 我們可以尋找到我們的信號來源 以及確定電線的位置 我們以這一組 巡線器下去做測試 只要將線的一端接在巡線器的發射器 再用這個接收器去靠近這條線 燈就會亮起來 而且可以很快的找到線的路徑 監視設備或是電器設備異常時 可先檢測電源 例如攝影機沒影像 可先用山用電表量測變壓器輸出的地方是否有電 因為攝影機的變壓器是DC12V 所以我們將山用電表調到量測DC的位置 再將紅色探針插入電源孔內 黑色探針接觸電源孔外側 如果有出現12V上下代表電源正常 如果沒有電源或是輸出的電源異常 就有可能是變壓器故障或是插座沒有電 我們就要去檢測插座 剛剛有提到插座是AC110V或是220V 就需要調成AC電源的位置 再將探針插入電源孔內 像這樣子顯示大約110V上下就是正確的 驗電筆拿來測試就比較基本 只能測試有沒有電 就像這樣子靠近要測試的電源插座 有電它就會亮而且會叫 沒有電就沒有反應 但是驗電筆來量測哪條是火線就很方便 因為火線才有電接地線是沒有電的 我們在家常常遇到網路交換器上面接很多條網路線 但是當初拉線的時候沒有標示清楚 無法知道哪條網路線是客廳的 哪條網路線是房間的 除了一條一條拔起來看燈號有沒有熄滅之外 或者是使用山用電錶量測電阻的模式 像這樣子線的一端短路 另外一端接上山用電錶 如果有發出BB聲代表線路是通的 如果沒有聲音代表線路沒有通 當然我們還可以使用巡線器 在我們要找線的源頭端 接上巡線器的發射器 再利用巡線器的接收器靠近這條線鏡 只要靠近接上巡線器的線路 接收器就會發出燈光跟聲音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 線路沿著哪面牆去跑線 最後跑到了哪邊 還可以查線路斷在哪裡 如果到某個位置就沒有反應了 代表線到了這個位置就已經斷掉了 那我們針對今天的內容幫大家做個重點整理 第一電器設備如果沒有反應 可以先確認是不是有電 第二我們可以使用硬電筆確認說 這個插座是不是有電源 第三可以使用山用電錶確認說 電壓的輸出是否正常 第四我們可以測試回路同不同 也可以使用山用電錶的電阻模式 或者是巡線器下去做測試 第五我們可以使用巡線器 可以找出線路的走向以及它的斷點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